刘强东2018年8月涉嫌在明州性侵女大学生案近日再次发酵 昨天女方向当地法院发起民事诉讼 分别控告刘强东和京东民事监禁和殴打 非法监禁性侵总共6项罪名 并要求对方至少5万美金的赔偿费 明州当地擅长打性侵官司的周东发律师介绍 虽然在去年12月 明州检方撤销对刘强东涉嫌强奸的刑事指控 但受害人一般都会在之后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 在这个性侵案件当中 一般受害人都会提出民事诉讼 刑事结束了也好 没有起诉也好 这个当事人他都会提起这个民事诉讼 因为他这个牵扯到一个受害人的问题 他受害了嘛 他人身受到了伤害 所以这是一般都会这样做的 那么在这个如果性侵案件当中 检方提出起诉 然后又胜诉的情况下呢 那个受害人一般会有一万美金的补偿 但这个如果他真的是受害了一万美金才多少钱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会提出来民事补偿的 因为民事补偿的范围比较大 比如说他现在的医疗费用 将来的医疗费用 人身的这个 这个民意损失的费用 他的什么 像他又是大学生 他是现在还是本科生 自己的前途被毁掉了 这又值多少钱 他对这个民事诉讼 他那个就没底了 抓到一个像刘强东 京东这么大的公司 福布斯什么272名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大款来的 不会轻易放过 对他进行六项指控 但是六项指控 三项是对他个人的 三项是对京东公司的 一模一样的指控 女方指控三项 主要是三项罪控 三项指控 对两个个体 一个是刘强东 第二个是京东 他指控京东 因为他说京东在这个 所有的刘强东犯罪当中 刘强东是作为京东的雇主 那个雇佣人员 而且所有的事情 都是经过京东来安排的 车子啊 用的信用卡啊 包括他的秘书啊 都是京东的雇佣人员 所以他对刘强东 本身指控的三项 再把同样的三项 指控到京东身上 作为非建计指控 所以一共是六项 就是在车子里面 进行性侵 这是第一 第一项指控 再到了房间里面 对进行性侵 这是第二项指控 第三项指控呢 实际上是第二项指控呢 就是在车子里面 人家女子要走 她不让她走 就是非法拘禁嘛 非法拘留嘛 在明州 明示案件的追诉期 一般在六年 但受害方尽早提出诉讼 有利于加大申诉的可能性 周律师认为 女方在正式立案之前 已经和刘强东方面 有过沟通 双方在赔偿金额等方面 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女方向法庭立案 一旦立案也就意味着 女方的个人信息 需要对外界公布 根据法庭文件显示 女方名叫刘静尧 但目前刘强东方面 还没有就此向法庭 做出应诉和反诉理由 为什么是现在提出诉讼 实际上 按照明示诉讼的程序 她这个女方 已经跟这个男方 刘强东一方 进过了交涉 她现在提交的这份提诉书 这早就已经交到了 刘强东手上了 他们双方因为 因为她这份提诉书 交到刘强东他们手上 他们只有有20天到30天的时间 回应 所以刘强东那一方 肯定早就已经回应过了 告诉她我们不同意 而且他们对方已经有反诉 所以双方达不成协议 女方现在才进行立案 这是正式的立案 但实际上开始 已经早就进行了 我估计 因为她不会超过一年 反正前几个月 肯定都进行过了 立案以后 所有的就是按照 正规的法律程序走 证据开示 庭审 那个审前 庭或者是庭审 这是按照正规的法定手续来 不立案之前 双方可以讨论 那么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不会公布 你立案了以后 你看像包括她这个 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些信息都是公布的 她如果不立案之前 这些信息是不公布的 在没立案之前 收到这份诉讼文件 民事诉讼 我们有20天的时间 你必须要回 不回你就输了 所以他们肯定是回过了 刘强东在之前 面对刑事诉讼时 聘请多位知名律师 组成律师团队 但他有多少位 民事诉讼律师 现在外界还不得而知 从有的法庭文件来看 女方有七位代理律师 其中两位为华人律师 周律师预计 在一个多月后 该案将开庭 前几次上庭 刘强东和女方 无需出庭 但在最后庭审阶段 双方需要到场 那么下一步 第一步呢 那么可能现在 现在是四月 五月六月 大概五六月份 可能要开第一庭 开第一庭的话呢 就是规定一下 这些时间 证据什么时候 证据开始 证据开始的结束时间 结束以后 要哪些动议时间 然后再开个审前庭时间 然后再庭审时间 整个过程 把整个案件的基本的流向 时间 他们会定一下